好莱坞有一部著名的動畫片《冰雪奇緣》 您應該看過 而它的主題曲《Let it go》 您則是一定聽過 主唱者正是這位戴米拉維多 不過他最近因為疑似稀釋海洛因過量而被緊急送醫 所幸最後還是保住了命 不過他自己雖然適合否認 但他過去曾經出過一本書 敘述自己曾經有非常痛苦而不堪的童年 對他的後世成長影響非常巨大 其實這些黑暗的過去 對於一位藝人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我們想到另外一個人 他的一生則更是悲慘 就是您看到這位的國際著名藝人Whitney Houston 六年前他同樣因為吸食藥物過量而死在旅館裡面 當時才四十幾歲非常年輕 如今大家對他依舊相當的懷念 於是在過世六年之後 他的家人最近為他出了一個紀錄片 裡面紀錄了很多他輝煌的歌唱生涯 但令人驚訝的是 這裡面也倒出了很多他不堪的一面 包括童年時代家庭的錯綜複雜暴力 甚至他曾經被自己的表姐性侵過 包括他後來的婚姻也是非常的痛苦不堪 包括他後來嗑藥而且服用毒品 一直整個的酗酒 這一生只能用悲慘兩字來形容 他的歌唱生涯是達於巅峰 和他的生活的混亂 似乎也達到一個黑暗的谷底 6年前他的人生纵然劃下句點 一代前後最後的日子總被外界解讀 是毒品侵蝕的崩壞人生 前夫巴比布朗成了重使之地 沒想到這份爭議 如今有了驚人解答 16歲就染毒 還是兩個親哥哥 一手將他推進深淵 家族一起墮落的源頭 恐怕都來自童年的陰影 這名家族女性成員 指的就是她们的表姐 灵魂女歌手弟弟瓦维克 对年幼的惠妮兄妹 伸出狼爪 仿佛胸口有块沉重的大石 惠妮将这秘密带进了坟墓 从没告诉父母 不接家丑 因为妈妈跟表姐 曾是小有名气的合唱团表演者 惠妮更是从小 就是才华洋溢的小歌机 唱起情歌完转流畅 轻快的舞曲她也能轻松驾驭 修长回腿精致的五官 加上完美的天籁歌喉 惠妮休斯顿很快冲上事业巅峰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偏偏她千挑万选 竟然爱上她 美女与野兽的结合 不被家人搬好 惠妮更万万没想到 巴比布朗会成为 她这辈子最沉重的包袱 还拉拢她贝物的玫瑰 当时的惠妮事业如日中天 反观巴比布朗 专辑销售成吉评评 让她出现严重的心理不平衡 当人们在媒体谈谈 Mr.Houston instead of Mr.Brown instead of saying like I say fuck him he let it get to him Can I just ask you real quick Mr.Houston Mr.Brown man Mr.Houston Brown 这时的惠妮深知丈夫的心结 想尽办法填满她内心的缺憾 1997年将自家制作公司 休斯顿制作改名为布朗家庭制作 刻意地拉抬丈夫身价 却引来犯效果 爸爸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I'm crazy Bobby You're afraid of that What I'm wrong Because I was about to say good line Bobby布朗不是抬举 还经常恶言相向动手家暴 最后甚至酒驾性骚扰背负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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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妮竟然被拍到一点憔悴 出庭力挺丈夫 对婚姻家庭逐渐失去信心 We denied rumors about her drug taking for years But four days before nine eleven Whitney did a concert for Michael Jackson She looked so bad The cat was out of the bag 柯耀怡云已经到了顶峰 Bobby布朗让他身心俱疲 一连串的打击 没想到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人 是他的父亲 没想到父亲约翰休斯顿丑事被发现后 还以剧中协调惠妮唱片合约有功为由 反告女儿求赔一亿美金 让从小跟父亲感情超好的惠妮几乎崩溃 让从小跟父亲感情超好的惠妮几乎崩溃 2003年约翰病逝 惠妮没去医院见父亲最后一面 也没出席公开葬礼 这个解不开的心结 加上心中沉串阴影的累积达到引爆点 他开始无心工作 看丈夫夜夜声歌 开趴 又要撒超调 填补心中伤痛 我会不扒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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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扒她 这位男人会扒我 我当她开了 我能看到她失败了 她不健康 我会扒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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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比是惠妮家人给她的亲密绰号 但分布在自家制作公司的家族成员 明知她严重染毒 却没人敢说 最让人难过的是两夫妻完全忘记身边还有个年仅十多岁的女儿 克里斯蒂娜 小女孩每天伴着一个毒虫 一个酒鬼 很快跟着坠入毒品深渊 2007年惠妮休斯顿和巴比布朗的婚姻没有起色 宣告离婚 这时女儿成了惠妮正做的关键 想戒毒 口袋却早就挥霍光的她 2010年宣告巡回演唱会正式开跑 回不去的沙哑嗓音甚至有媒体断言 这就是使用毒品的后遗症 但惠妮休斯顿没打退糖果隔年再度勇敢踏入好莱坞 真情流露的演出获得好评 而有人这时惊讶发现惠妮彻底跟毒品划清了界线 重新找回生活重心 就在这时她获邀前往加州出席格莱美颁奖典礼 没想到却是踏上死亡之旅 惠妮的遗体在解剖后判定是酒精混合抗忧力药物 藏恩诺和其他处方药过量致死 无可取代的好声音却在49岁告别人世 惠妮逝世六年后家人制作了这部纪录片 将心路历程公诸于世 如果您拥有的语言 最大的语言 那是我 I want one, one moment in time